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我們就講娛樂新聞 這一宗就厲害了 我覺得是最轟動本世紀娛樂圈的一件城市 竟然 加恩我們那個民間特首周韻發先生 就出名親民惠可親 樣子英俊瀟灑 是不是? 一個什麼都有的人 應該心境開朗就是正常的 貼地 今天就看到有些報紙說他黑棉 黑棉 就是很隨和的發哥 我也見過他那種氣場 笑得很nice 很nice 很帥仔,很有型 到處都散發著那種氣場 不是說得少 很好向他學習,他人很開心 為什麼他這次會被人捕捉到黑棉呢? 會說一下周韻發 以及說一下娛樂圈的藝人 有哪些人曾經黑棉 因為通常黑棉的人會說 假的 裝傻的東西 平時裝nice 背後又蜜蜜蜜蜜蜜 老實說 黑棉是人之常情 人總有喜怒哀樂 是不是? 我當時其中一個啟蒙的老師 詹瑞文 他教我講說話口才 我說我對著你 我覺得你和你平時的狀態很不同 他說 你覺得我經常都會笑面認人呢? 當然不會 其實他是一個很有心度的人 你不會看見他 好像平時那些 那些沒有的 不是這樣 其實每一個人 在幕前的形象都是一個形象 藝人也會有不開心 或者有些情緒的時候 為什麼周韻發這次會這樣呢? 我自己首先覺得 我不會像一般人的一般見識 就是說 你是不是裝傻了? 平時又什麼又什麼 老實說 這是一個禮貌 他不需要去裝一些什麼去討好你 譬如像陳小春 我還沒見過他笑 是的 他應該是黑面王 陳小春 以前 自己的狗仔隊 影影影影 差人境也有 對不對? 好像古天樂 其實以前都是出名的黑面神 在近年 近十年二十年 可能十多年 對傳媒又笑 又變成 由他拍喜劇開始 會搞笑 但之前出名的目無表情 是 鐵面 包青天 他應該做 少年包青天 應該找他做 古天樂 說到法哥這次一向親民 很多人在街上找他的要求合照 來者不拒 有時看到他這些是很慘的 我自己也有跟別人拍照 但沒說他們那麼蜂擁 我試過一次最蜂擁的 其實是跟少波子去大埔 跟別人拍照 我們在拍照的時候 我們搞的音樂會 我們那時候是新歌 跟一些英王明星一起出 那些粉絲就圍著我們 拍照 合照 其實拍照 我覺得法哥已經是很脾氣 因為我見過有些人說 看到法哥是排隊找他拍照 是很慘的 很慘的 如果你是用他的 當然我們用我們平常人想的 很慘 你沒有試過你會覺得很慘 但是每天出街 你做任何事被人認得你 都找你拍照 你是會一個騷擾你 所以為何那些人 凹凹凹凹凹凹 又戴上超 包得合 實在實在不讓別人認得到他 對 因為那是我私人時間 有些年輕人不太會做的 譬如我之前有個朋友 都是做這一行的 有人找他拍照 他就直言說 不好意思現在是我的私人時間 我不想拒絕 但是當然你這麼直的時候 那些人又不會喜歡你 在網上說 你都扮成小事 他這樣都會這樣去形容 發哥就是來者不拒 一向都 但是那種痛苦 其實不是你心目中那麼威風 威風不威風 其實是在電影成就 就是你的點擊率 比如我剛才說到小波子 我問他那次為何那麼慘 就是你的成就 你的收入 可能你會很開心 有人喜歡你是好的 通家人罵你當然不開心 但是有時候 經常做同一件事 就會不開心 就是覺得 我知道你們很開心 但是姜濤也會抑鬱 會抑鬱的 因為其實我拿那些時間 去再做我的作品 你再多些人欣賞我 那樣才是主 當然有些人很開心 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的 他說我在TVB做 他說我有一天 如果有一個人 在我街上找我拍一張照 我就心滿意足 那時候我們做特約 有些人說 你是不是做臨時演員 為什麼你兩邊台亞視 你也做過 我說不是 我是特約演員 我有簽過無線 也有簽過ATV 我想說 這是一個小的目標 有些人 如果我有層樓 多層樓收租 就好了 你猜李嘉誠這樣 就等於破產 是 這個就是你的目標 你的位置 令你有不同的想法 那次跟小波子在大埔區拍照 我走掉了 我很聰明 鑽鑽鑽停車場 然後搭的士走掉了 他愚蠻鑽鑽車 是 他搭火車 然後被人在大埔 跟出旺角 是 他最後 搞到他最後跟我說 四個小時後 我現在就先下班 才脫掉 我吃飯 他包了兩台進去 跟著我吃飯 跟著我回家 即是在家附近 這個太受歡迎是一種煩惱 有人說193他們都很紅 他們在拍照 吃完飯他還在做同一個動作 拿著人家的手機又要笑 你知道有這樣的成就 拍電影的作品很棒 那兩個小時拍出來 你心甘命底散播什麼 那兩個小時拍照 你拍照就是拍照 其實就是在消費你的時間 還有那段時間你沒有收入 這樣就慘了 你的身份是包了這件事 所以我之前有人在留言 他說 吳仔我經常見到你和希哥 下次見到你可不可以找你拍照 我沒有回答他 因為我經常說 我不會拒絕你 但我不會特別去鼓勵你做這件事 甚至有些人跟著我兩條街 我覺得害怕 我覺得 因為我經常覺得自己 我是一個普通人 我想法哥都會這樣 一個市民 但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也不會拒絕 但你說喜歡不喜歡呢 好像法哥這次這樣 他都會黑臉 原來網民說 那些網民說 為何法哥這張照片是這樣的 他很脾氣 是出名的 罕有地黑臉 網民留言 他說 今天十點約了朋友 去大埔吃東西 那這裡應該是大埔市政熟食檔 發哥在大埔行山 這陣子 大埔很行 我經常說大埔是最漂亮的地方 那條河 一人知道了 就可能不斷放在那裡 發哥是經常轉的 很多地方行的 他叫朋友吃大埔哪間 最深刻的是一間 他這裏有打我 他說想記 想記見過法哥 所以去那裡吃點心 誰知道坐下真的見到法哥 嘩 他好生意 真是那間 發達了 發達了 走去布鑊 法哥說 你又來? 他說你經常放我上網 周韻發 經常放他上網 那個網民說回應 對呀 發哥你受歡迎 我每次跟你拍照都很喜悅和開心 發哥就拿起電話 又再跟他合照 但我的樣子就是這樣 對呀 對自己私人空間的時候 我覺得是這樣的 我可以說得更立體的心態 就是 譬如我認識一個人 認識的就是拍照 美女啊 跟你拍一次相片OK 認識的 下次見到 又是你 又是你 每次見到你都拍 美女也不要緊 譬如有個人 可能跟你拍照 真的來者不拒 老實說 拍張照 一次就拍 第二次 他聽說去到第七次 這個人 第七次 發哥都認得他 簡直是 我講得比較壞 真可憐 又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們 你們的市民 就會理解錯誤 藝人的心態就是 你拍一次相片 你已經是 跟我有個什麼 下次見到面 大家是認識的 好像我跟你OK 就是要不要跟你合照 不用 如果你天天要求 開公司拍照 可能有一天我會忍不住 扔我下街 你下街 你又來 有些人喜歡 但有些人始終 有這個情緒 所以我不會覺得 周恩發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發哥當然沒問題 沒問題 我在心裏 那句 你真的不是借我 借我 握個讚 握個讚 也不要緊 只是 做什麼 你又出現 你吃東西就吃東西 你走來幫我 如果有一次我看到周恩發 我會跟他 發哥 第一次 然後 我說得明白 我不會跟發哥拍照這麼簡單 我一按就按拍片 是嗎 我肯定發哥 按按 然後說 嗨笑 那裡我會截圖 當作照片 然後就說 其實這個是片 這樣 如果有一天有機會 我跟他說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給一次機會 我會是這樣 其實 有些網民說 發哥只是給你不同款式的表情 更加清晰 發哥是超級nice 不會不開心 和黑面 而柳俊剛就很葡萄 說 發哥這個表情 相信不是演技 黃建東 東東 都羨慕 我走了一輩子 我都沒遇過發哥 我也是這樣說 我真的在大埔出沒了十幾十年 都沒見過周潤發 但那次一出勝利道 我又見到周潤發 這些說緣分很難說 但第一次 有時候有些事情 兩個人有緣機會撞到 總有地方還會撞到 說到王文華說七次 發哥這樣捕獲他很可惡 他激動澄清 明明三年來都只是五次 無端端被人屈兩次 還要被人圍插 那就是 是的 但其實你說得對 做藝人 吃得鹹魚是滴得渴 是 他說誰叫我分享 那有發哥你沒理由不分享 是的 但他說收到一些惡毒留言 就告訴他家人 你已經預料了 因為你紅了 還想說 這個 娛樂版 即是娛樂版 即是沒辦法 這些是熱話來的 發哥如果好笑 沒人會做什麼 發哥給你一個機會 成名 讓你感受一下 是 做名人 讓人在這裡指指點點 然後要招呼一些人的 顏者 挺厲害的 給你一個眉頭 發哥現在 真的 你看見你這麼喜歡 跟我拍照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做一下我 不是做他 就是讓你嘗試感受一下 是感受一下 大家過不過仔 你過不過癮 大家都知道 現在明白了 不用說話 講開黑面 其實很多藝人 都曾經被人捕獲過 有黑面的表情 有些人說 人家本身的格 譬如最多人之前 炒作曾志偉 其實在電視台做事的人 很多人都說 曾志偉進來之後 令整個無線很團結 其實我一向的焦點就是 團結 就是軍心 打仗最重要是軍心 但那個是結構性崩盤 沒錯 沒有辦法 是行業的崩盤 沒有辦法 不是你的問題 是時勢 所以我研究 有時候他們生意 好像班車一樣 研究他們生意 但是你們個人來說 曾志偉現在 很多在網上說 令人很團結 其實我也不記得是做夢 還是有人真的這樣跟我說 還是不知道在哪裡說 但是就好像很nice 你又跟我說過 他說很好 又有個便利店 可以在TVB裡面買底褲 TVB一向那些 你隨便 他本身是負分 你做到零分 他已經有進步 當然 在我自己的角度 是 有做過沒有做過 這些 你說曾志偉 整個 整個視多在TVB 一定要有視多 我試個內褲也失敗 這些 傻瓜 老實說 隔他一條馬路之隔 做過電視台的 做過傳媒的 做過蘋果的 我一說就知道 一條馬路之隔 人家 黎智英 那間公司 十幾年前 都已經 在二樓都有一個士多買小食 五樓上面的餐廳 旁邊也有健身房 就是告訴你 TVB也沒有健身房 是啊 想不到 就是告訴你 其實 蘋果日報有什麼 有籃球場 是 是不是有網球場 有籃球場 肯定是 網球 我不記得是 人家有位做運動 TVB也沒有 為什麼沒有 其實電視台最需要這些 他也沒有 有些人說 有時候他聽了這些 他可能會用 有一個節目 請了一些IG女兒 不知道是不是聽了你說 好 不要緊 如果真的影響到 麻煩你在TVB 建設一些健身室 不是健身室 其實是辛苦的 不是益他 你的藝人是需要保持健康 男女也是 跑步機也好 有空檔時間 他們不知道做什麼 我那時候試過拍清裝 黏了一條鞭 跟師兄戴著CAP帽子 他們兩個走去看電影 很愚蠢 有條鞭在背部 那時候是夏天 那時候 好笑 所以就說 TVB很多事情是做得不好 可以繼續做 但是有人說 曾志偉很好 但是上次他最出名的就是 港姐的時候 都黑臉 那次他黑臉 是啊 他都黑到 說到被人 什麼 我做事認真 是的 認真 所以說 其實不要說黑不黑 他沒有表情 但是上次真的是黑 緊張 那黑臉來說 最出位的一定是Yoyo 原來黑臉 真的可以令你風山水起 那麼厲害 Yoyo不黑臉 誰認識他 那倒是 陳志堯 黑一黑 然後 大做文章 分辨又可以解僱嗎 沒有表情 他說他已經說了 接著不是那些雜誌 寫了幾個星期 他說我心想 做了一輩子 多麼笑面迎人 做了一輩子 那些小女兒 開始做女主角 沒有人寫我 打爛陣 動死危危 那時候 黑一黑臉 老公什麼什麼 你們寫幾集 好 我整個連環圖 你看看 分辨連環圖 他又一尾摧下去 然後有些人說 就出來抽水 好像那些前男友 那些人說 他以前也是這樣 有些朋友說 是黑臉神 每個人都上報紙 是 黑臉原來可以令你們受到關注 用黑臉 用得最好 肯定是陳志堯 另外 有些未必是計劃性 去做策略性的宣傳 有些藝人被人偷拍到 是 偷拍到她的黑臉 我們看到圖下面 有兩個女兒 一個是楊兒 另外一個叫做胡定欣 是 是 那些叫做 萬千聲揮 台慶那些 那些 那些 如果那個 相機拍到的時候 就好啦 親切笑 對著鏡頭 是 一 你以為那部相機上面沒有著燈 誰知道已經著了 戳不切 是 裝你彈弓 你看看樣子 嘩 眉毛水洗臉 不是 我是很體諒這件事 很累的 其實 一定有人會說 欸 很假的 什麼 胡定欣那些 就告訴你 我表情一向都是這樣 右邊那張圖 你看到我貼上去 是 一向都是油油的 是 都是這樣就是油的 你看看那些女兒 穿得這麼性感 是 第二V 你知不知道 他現在站在那個廠 是 叫TVB最大的那一廠 很冷的 長期保持16度左右 是 你一塊布 穿裙 是 嘩 還要成人捱 可能他進完這個廠 轉過頭又去拍攝 不夠分 又轉裝又拍攝 是 給多這些表情你看就好了 你試一試 不是 我不是幫一些藝人說話 我覺得是張心比己 你試一試在街上站什麼 人家不看著你 那時候偷影你 你肯定的樣子更壞 是 這個一定是 那 當然 有些人說 他們背後有些什麼 我都見過 我都見識過 他們 有時候 背後又不是你們所說 什麼 但是有些是真的好的 另外 看到卓運芝那個 不要啦 那個 不要啦 那個又出名 那個就是 有個參賽者說 死了 不走 這些表情 所以藝人的表情 一既 沒有的 你那些人就拿出來做標題 因為你平時很友善 通常都是親民底 那些人覺得 你做得演藝人 你哪有可能會不喜歡 即是 黑臉 你對出來是 娛樂大眾的 你理論上應該是笑臉 認人的 你不應該有感情 對這些不開心的事情 會從面部走出來 你剛才說的說話真的很無情 是無情的 那些人是這麼想的 那些人是這麼想的 但事實上 大家都只是人 是的 你可以這樣批評人 但一個藝人 可不可以這樣批評市民 有老鳳的 見到明星 你試試這樣說 哇 即是很慘 所以我是做演藝人 真的很慘 是的 即是背後的那種辛酸 是一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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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 真是真可憐 我之前說過 就說無間地獄 不斷重複他做來做去的事情 是的 但我覺得有一個人 我又沒見過他黑臉 剛才說到周韻發 你說 罕有我們黑臉 但周韻發 其實你看看他以前的英雄本色 有人拿一支槍指著我的頭 那樣子 周韻發 你知周韻發 兇起來也很兇 有些人 其實我覺得 真的兇不起 我沒見過馬國明 他的樣子兇 他的樣子很軟 很軟 很軟 我覺得這個人 他是做到overacting 過了農地親切的 是 我也說過 之前 我不認識他 我看到他點了一切頭很軟 看了一眼 他走回頭 我們是不認識的 他要走向前面跟我說 你好 他是nice到癡了 是 已經進了路了 他要走這一套的 軟件 他想做這件事 其實我想 發歌之後 可能馬國明 會有他的氣場 但當然成就一定是爭得太遠 所以我覺得他留在電視台 也有他的原因 原因 一定是做人很好 我沒見過黑面 馬國明 經常見到 但我覺得這不是好事 我剛才說 發哥要兇起來的時候 也很兇 你看看和平飯店 但如果馬國明 要做一個情緒的時候 他沒有 他做不到 因為他人 很佛系 好像 之前 航摩迪 我有看過很多年前 航摩迪 他做過馬甩佬 說是馬甩佬 駕的士 他都不扯 他沒有馬甩佬的味道 所以他做醫生也比較像 哪有這麼高大有型的的士 不是說的士是甚麼 他的款式 正常來說 你每天坐在這裏 他周邊扮他 和他是的士同行 那些就像 那個肥仔 死了 那個肥仔就像 他不配合 我覺得馬國明是一個 氣場比較好的藝人 好笑 聽希哥說 形容他和湯樂文的婚姻 有個網友傳給我 似乎他們明年頭 會出嫁 然後希哥說 他兩個好像一個 一個可以隨時打爆機 大結局的故事 我不爆 這樣 其實 由他們去年說 家庭 見了家長 那時候已經可以結婚 隨時按鈕按鈕就可以了 對 但是 怎麼搞來搞去 還沒搞到呢 我覺得 一條女應該是很空閒的 但一條兒子不空閒 周身不空閒 你拍劇 你搞婚禮 不過我覺得馬國明年紀很長 但是你馬上結婚 然後要生孩子 快點撕一個出來 就有高齡產婦 等一等 有很麻煩 因為他這些好人 想他有一個好的結果 我也是 大家都想好 大家都知道 之前的新聞 對 悲痛 其實不悲痛 我是他不悲痛 他不知道 不知道 一個蕩蜂出軌 有多樣出軌 他不知道是否 那時候也不知道傳他 因為他是緋聞的第一號男主角 那時候 那時候 很多人都要傳過他 其實 男和女傳緋聞 就是互相拉扮上位 都是 TVB傳統伎倆 那時候 今天說明星 叫一人 東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哪個明星 那些藝人 很差的態度 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研究一下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節跟大家說 其他新聞 真心高級仔 拜拜 拜拜 拜拜